字幕提供 嗨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文雄 熊哥 今天的熊哥撞球教室 要來為各位介紹PUSH OUT 來 馬上 首先 還是一樣練習一下開球 我們開球之後 假設 來 這個1號球在這裡 那PUSH OUT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說 你打的人 第一個原則 你要考慮到說 讓對方如果是一個長距離 有機會進攻的話 你要考慮到1號球他如果打進的話 2號球好不好進攻 會不會很順勢的 很方便的做到2號球 那這時候你就要考慮 這個PUSH OUT的位置了 也就是說我如果到這裡的話 他打進的話 有可能打1借9 母球借9做2號 這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位置不考慮 那這時候你就要 再想一個就是說 讓他不能進攻 那不能進攻的話 有些選手會 故意打到這裡做吊球 然後讓你跳 或者是我自己跳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方法 那如果說以這個球來講的話 有些選手甚至於會把PUSH OUT打到這個地方 讓這裡成為一個吊球 那這時候就冒險囉 那是誰跳 那再來你要打這裡的時候 你要注意 你譬如說在這裡的話 你這個PUSH OUT的話 你千萬不要 你千萬不要直接往這裡打 你一定要往這裡打 這樣的話比較好掌握那個力量 你千萬不要直接停那裡 停那裡的話是非常危險的一個行為 你這樣子打的話就 形成吊球的機會比較大 你直接打的話 他彈出去就很危險了 那這當然就是對賭了 因為有些球型你也沒辦法 那假如這個要求不在 那我現在開球變這樣的話 那PUSH OUT如果說 你的解球功力很好的話 你可以再打到一個你認為更好解的位置 那或者是說你打到一個看得到的地方 那這看得到的話就要看 對方這個不能進攻的話 那對方的防守怎麼樣了 那或者是你要打貼臂 讓對方即使防守也不好出竿 那假設這個 不是二號球是三號球好了 好假設這個球 是在這裡 開球之後是這裡 那你不可能跳球嘛 那這時候你這個三號球 下一顆球五號球 你要考慮到我PUSH到 讓他可以進攻的話 也不方便做五號球 所以這個球來講的話 一般可能PUSH要到這裡 那這裡的話 你千萬不要讓他看到整顆球 他可以下低桿過來做防守 那這時候你就要PUSH到這邊 他看不到整顆球 他沒辦法做小拉桿 或者是一顆星做防守 所以只能看到右半邊 那右半邊的話 就要看對方的這個防守怎麼樣了 那你要去賭啊 對方如果不打的話 你來打你的防守怎麼樣 這都要去考量 這是指你自己PUSH的部分 那另外如果說對方打PUSHOUT的話 我的建議有幾個地方 提供您參考 如果說對方打一個PUSHOUT 你認為這個球進攻的成功率 只有大概兩三成 三四成 你今天狀態沒有特別好 千萬不要打 那如果說這個PUSHOUT 他可以防守的成功率 只有兩三成 三四成 我覺得我建議要打 為什麼 因為他敢打到那裡的話 表示他的PUSHOUT 他有辦法做一個很好的防守 那我認為你要打 為什麼 因為你即使防守沒有成功 沒有做到斯諾克掉球的話 基本上那個路線 是一個安全球路線 就算沒有掉到 他原則上也是沒辦法進攻 或者是一個 長距離的SAFE球 或者長距離可以進攻的球 那對對方來講 也是不好進攻 好 簡單的講 超過五成 不管是攻或守 一定要打 就是說對方不需要的話 那如果 如果低於四成以下 防守的話打 如果 低於四成以下可以進攻的話 考慮自己不要打 這樣了解意思嗎 那當然 這個PUSHOUT的球型千變萬化 我們用一組球 兩組球型要來說明 也沒辦法說明得很清楚 給您一個建議 就是常看 視頻 常看高手比賽 看他們PUSHOUT怎麼打 那這種東西它是跟經驗 只有很大的關係 常看 常摸 常練習 常對打 一定會有很大的進步 好 以上就是有關於PUSHOUT 提供一些小小的意見 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好 再問一提 請記得點讚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另外在抖音 請關注我 我們下回見 我們下回